安妮公主好样的,为查尔斯国王保驾护航,是英国百世林通公主 查尔斯宣布患来后,最忙碌的人就是安妮公主,接手了大量的王室公务 安妮公主亮相威斯敏斯特教堂,庆祝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爵士诞辰150周年,并且还为纪念碑节目 这段时间,安妮公主忙得团团转,经常一天要出席好几场公务,甚至连休息的时间都很少 亮相威林伯勒的新德酒店,会见了这里的志愿者,代表查尔斯捐献物资 此外,安妮还来到新罕布什尔州奥夫street的会议场所,完成了揭幕仪式 这些工作本来应该由查尔斯完成,但是现在都推给了安妮,导致长公主工作量反北 根据外媒报道,从小安妮和哥哥关系亲密,自从女王过世后,查尔斯对安妮更加依赖 毕竟一起长大,对方的性格和形式作风了如指掌 到了关键时刻,国王最信任的人还是妹妹 年轻时期的安妮公主性格张扬,因为婚恋问题多次登上热搜,也受到了不少的伤害 如今的安妮公主是第十六顺位继承人,虽然地位下降了很多,但是依旧是查尔斯看重的人 按照英国王室的传统,安妮公主没有资格到威斯敏斯特教堂首页 但是查尔斯却给了妹妹特权 虽然女王膝下有四个孩子,显然查尔斯跟安妮的关系最好 资深王室记者菲尔丹皮尔认为,查尔斯现在生病住院,会持续重用安妮公主 长公主是国王最大的财富,也是王室的秘密武器,关键时刻代替哥哥坚果 王室记者瓦伦丁洛也认为,安妮没有野心,甚至后代连王室头衔都不要 这个时候查尔斯遭遇健康危机,安妮也尽致尽责,为哥哥保驾护航 没有一点私心和阴谋,完全是为温莎家族贡献力 资深王室传记作家英格利德苏厄德认为,安妮继承了母亲的遗志,要拼命维持君主之统治 无论是长相还是性格,安妮都跟女王极其相似 她的确是英国王室的守护婶 早年安妮公主得到了父亲的偏爱,简直就是千娇百妹的小公主 如今父母双双过世,最年迈的安妮打击也很大 也许只有沉浸在公务中的时候,她才能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查尔斯国王继位的时候,将安妮任命为国家顾问,关键时刻可以坚果 现在王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安妮公主自然亦不容辞,拼尽全力为哥哥排邮解难 很多读者经过对比后发现,安妮就是英国版的施林通公主 两位公主有很多相似之处,都备受父亲的宠爱,性格坚毅独立 为了王室奉献终身,愿意为国王哥哥保驾护航 因此,当查尔斯遭遇危机的时候,最先想到的还是安妮 妹妹才是自己最信得过的人 即使是枕边人卡米拉,也并没有获得摄政的权利 伊丽莎白女王在世的时候,册封安妮为帝国长公主 地位远高于卡米拉 即使现在卡米拉当了王后,安妮也不必行屈膝礼 真是骄傲得意了一辈子,被伊丽莎白女王宠上了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